是 因為夏天到了 我就剪了一個很清爽的頭髮 就是短髮 因為你知道夏天到的時候 就會覺得頭髮就是很容易出油 然後就是很難整理 或者是你知道 就是一到了夏天 不是上禮拜 上上禮拜看了那個 Ryan剪的那個聲音 她剪金吻 對 看完之後就覺得 好好看 應該要去剪 對 然後我就也去剪了 因為其實我原本是 只是想說換個髮色 然後也順便剪了頭髮 我現在個人還滿喜歡的 平常到了夏天的時候就是 因為就是太陽很大 所以我就是平常都會喜歡戴 還好妳個子不高 比較不會那麼熱 對 沒有 還是一樣 我幫妳擋 對 我們的我們擋 真的嗎 對 是嗎 那妳要常常在我身邊 對 太陽 互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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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像我平常就是你知道 講為什麼臉空要講 對 就是 風天只是講講 妳不要走心 真的 跟我認真 他就講一講玩一玩而已 他們要不要這樣 我跟呼吸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妳的老爸 對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沒有 這樣是吃東西 吃那什麼 吃什麼 C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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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什麼 就是吃那個東西 然後像我平常的話就是 風天不在的話 我就會只要戴帽子 放那種 就是要遮陽 然後就一直就是 有時候就是 滿好看的 滿可愛的 對 今天就還滿流行 魚膚帽 對 然後魚膚帽就是以前就是 會想說魚膚帽是不是冬天 在戴 但其實夏天現在也很多人 都可以戴魚膚帽 而且尤其就是 比如說什麼去爬山 或是一些活動的時候 然後像是這種帽子之後 還會有這種 很夏天的 這很厚 是有點厚 但是它就是造型像夏天 而且它的材質 有點像馬的 對 是馬的 就是滿夏天的感覺 但它其實就是滿硬挺的 然後再來就是像這種 就是今年很流行這種 夜光 對 夜光 反光 反光 對 晚上戴的時候 你知道 晚上走到路上 都不用擔心車子 會看不到 因為 但一直打過來 這個對妳來講很重要 很重要 對 因為小芸跟豐田 就明顯多了 對 對 永遠都看到了 對 然後就是我平常 到了夏天的時候 就是會用這些帽子來遮陽 是 對 老師 妳應該會覺得 她頭很臭 然後 而且用油 先看起來就很臭 對 對 因為有時候戴帽子 就一定會容易出油 對 我覺得 帽子可以當 偶爾造型搭配 可是我不建議是長久之際 因為其實越戴會越油 再來可能會有一些頭皮的問題 比較會敏感 頭皮菌 對 頭皮有菌 或是皮屑 可是老師會有那種就是 因為妳造型一戴了帽子 就一定要戴一整天 妳不用拿戴一戴的時候 對 就會拔掉 真的 一拿下來會更糟 那妳會回去馬上洗頭嗎 回去 有時候一天才洗 她們悶了一整天 清潔一定要做 對 根據的帽子 反而是從清潔最底層開始 我們要先去改善 去養護它 妳戴帽子之後才不會有 就是過於可能太悶 或是太有力的問題 那有那種洗髮精 就是一洗可以撐一整天 戴完帽子之後 也不會就是容易這樣出油 有 而且還不會那麼容易出油 真的假的 等一下再來介紹給妳 這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因為妳看 妳看 來... 妳一進電電進來 我們一吸到的都是妳的 真的 都是妳的 都是妳的好友對不對 所以她的那個高度 洗髮精對我來講很重要 對 不怕 洗髮精對我保證 我愛你 可以補充 不怕 我還是要在這裙子 苗子 妳的 有 的 這裙子 從薩薩